曾經有觀眾要求 文學放得開 你們不要再嘻嘻了 應該要很認真地探討一些文學的問題 沒錯 我們一直都在想 怎樣可以在電視上探討一些文學大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想探討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文學和自我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的主題是自己故事自己寫 先介紹嘉賓 我們有小說家董啟章 不應該只是過去哲學那一篇 應該放回我們文學這篇 翻良家的感覺 接著有劇場工作者編劇胡錦洋 胡錦洋好像和董先生都很親愛 是嗎 他覺得是 年輕人臉雞頭前面的黑暴 真是不能夠我們這些老人家上像 有些內幕月八號的今天英文來的 那邊應該是蔡旁來的 我應該是蔡遠一點 接著就是小說加米霞 我們有稀氣過嗎 我想問 我每次都很認真的 說得對 有道理 但是我們首先另外一方面 那邊也有一些神秘的嘉賓禮藏 那邊有兩隻野 那兩隻野是什麼來的 董先生 是兩位的 是什麼 牠們是什麼 牠們是什麼 牠們是狐狸和刺蝟 是很出名的一對動物來的 哈哈哈哈 牠是你最近收養的小朋友來的 是啊 是三年了 收養了三年 就是三歲的 是的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說 董先生一向都是在作品裏面 有自尊性質 我們都知道的 但是牠最近上Facebook的時候 就不斷貼這些公仔照片 已經有很多人私底下PM我 就說小說 那個帳號是否真的牠 那證明就是什麼 現在證明是真的 是的 證明了是真的 還有我們用來 其中一個就是實例在眼前 就是什麼 自我是會變化的 是 進入我們這個自己故事 自己寫的問題 為什麼自己是一個問題呢 話說所有朋友 你中學的時候 你都作文 其實都是寫你自己的 就是通常要 是的 本人通常都會在 歌唱無愛的功課裏面 就寫自己媽媽死了 因為寫了死 媽媽死了 就會更加慘 就更加顯出無愛 然後通常老師都以為 你真的是媽媽死的 所以那些媽媽每年的 每年的不同的作品 都要死一次 那老師是這樣相信嗎 是啊 好多的 那老師好像 你寫得好 是的 那老師已經訓練到 好像當譜的主人那樣 你又死了爸爸又死了媽媽 地狀野就高了 應該不相信的 是 但是早期的時候 他們是比較相信的 就是覺得你是寫真實的東西 就是散文裡面 他預測你寫的所有東西都是真的 OK 然後詩歌裡面也都是 就是我們經常到廖偉堂就說 詩歌就是一個 自我形象的問題 然後他就會寫到自己 是一個革命志士 就是衣米飄飄 然後黑衣 什麼含梅疾酒 很帥的 寫到自己 是的 寫到自己 然後回家其實是臭小孩 是的 但是這些問題 在詩歌和散文裡面 出現自己 都好像不是問題來的 但是唯獨小說寫自己 就值得討論了 其實為什麼呢 小說寫自己 原來我們沒有什麼 預測小說寫自己的 是不是一個晚禁 或者是我們是怎樣來的 董啟章有沒有遇過這方面的疑問 有的 有時 譬如之前 我長篇一點 《天公開密》 《許許如真》 改編做舞台劇 那時候可能改編成劇場 又再加深了疑問 就是人們來看的時候 就會說 這個劇關於什麼的 關於你嗎 關於你自己 會覺得你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要跟我們分享 你是不是排除萬難 要做到什麼 還是你曾經有殘疾 經過努力奮鬥才成功 對 沒有人不知故事 對 期望這種故事才是 值得說出來給別人聽 如果你是沒有 家裡很普通的家庭成長 那些故事 就會有一點奇怪 這件事應不應該這樣 寫成一個這麼長的小說 然後還要勞思動眾 在一個舞台上去演繹出來 我想這裏有幾個看法 一來就是說 我想香港人 香港人 我入場給錢 你看你的東西 那些東西 應該是關於什麼呢 起碼不是關於你自己 不是關於你自己就是什麼 可能是說 跟一些對社會有益的東西 是不是 譬如說 揭露了某個階層的背後 當然背後的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增加我的知識 會對我有益的 另外一種就是 一定要是很曲折離奇 剛才說殘障那種勵志故事 他的生命不是普通生命 或者是帝皇帳相 譬如說白崇熙 民國與父親 時代 還有一個有身份的 是一個不是普通人的狀況 才給錢看 我覺得那件事不是說 是不是死你自己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喜歡看 真人真事改編 現在大半的電影 很多時候都會用 真人真事改編來講 但說真人真事 是不是涉及一個社會的層面 大家是不是一個 是一個事件 而不是一個 自我比較瑣碎 日常生活的細節 作為一個書寫的主題的時候 那件事出現了會多一點的真意 是 是 是 還有有一個外在 我覺得有一個外在視覺和內在視覺的差別 外在視覺就是 剛才我說的 你看這些東西 對我有什麼益 這個是外在視覺 但內在視覺 其實好像我們做創作者 很自然就會 由身邊的東西開始寫 好像不用解釋 是的 是的 但我猜這個寫字機 有跟香港這個處境 甚至可能是台灣的處境 都頗有關係的 因為台灣的小說家 樂爾君 當代小說家 其實他都是很 就是每一部作品 其實都是有很多的生活的經驗 在裡面 但是那些生活經驗 全部都是瑣碎的 其實他沒有經歷過大時代的人生 全部都是朋友間 跟太太、子女 那些騙碎的經驗 他經常提到一個問題 叫做經驗的貴乏 就是說我們這一代 其實是經驗貴乏的一代 就是我們沒有經歷過大時代 大戰爭 戰亂 死亡 那些社會動盪 我們就是成長在一個 好像比較安穩 雖然是充滿問題 但是不是那些 那麼大的時代的背景的事情 所以到我們要再寫小說的時候 我們要將我們的生活 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夠將我們的 這些騙碎的經驗 去用一個方法勾上一些主題 去呈現出來 然後我們自小開始看諾爾君 他有一個壯漢 現在新書當超人 就寫到變成老男人 他裏面譬如說什麼 這些讀出來的男性 全部覺得觸目驚心 攝護腺是可以沒問題的嗎 早晨的時候 納瓦兒是可以硬拼拼嗎 有沒有辦法不吃這個 史蒂洛斯真的安眠藥入睡呢 全部這些問題 都是問得很入骨的 然後他就會 我們通常台灣會怎樣形容他的作品 就是一種偽自傳的私物罪事 就是他有自傳形態 但不是真的自傳 是私物罪事 還有有一種人渣世界觀 就是剛才那種 全部人都好像是渣在 好像這個社會運作的 剩下的東西 他因為已經玩到 他多年都是這樣玩的 玩到已經入骨了 他已經開始就直接說 裡面有止蝕 譬如說家人有誘一症 然後有一句直接說 患事說說我 老歪後來在東不發生的事 他已經是設計自己說漏口 對白 然後有些是說 我說鬥豪 老歪說 已經是故意引你去重疊 那個敘事者和角色之間的關係 但這個所謂自傳式 或者偽自傳式 其實都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 一個預設的模式 所產生的效果 就是為何要用一種 好像自傳的方式 去說自己 首先說用散文 或者在劇場會不會有另一種 在劇本上都有這樣的考慮 為何用這種方式去說這個故事 首先其實在創作動力裏面 因為我開始寫劇本 都會擺自己下去 可能是受了一些閱讀的經驗 或者一些電影的經驗 例如杜魯福 他都會有很多自傳性的作品 都有人問過會覺得 為何會擺這麼多自己的經驗下去 但其實我一邊寫一邊就在想 既然 是的 剛才提到的經驗跪伐的問題 就是我的人生最豐富的經驗 就是在自己那裏 假如你將自己挖掘到某一種深度 是可以觸碰到其他人的共鳴 即是觸及到一種人的普遍性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是 香港有些甚麼例子 其實我有時看獨腳戲 的確是他沒辦法 因為根本就是一個演員寫 他演員讀、演員寫、演員做 其實是很常見 是的 在香港那些獨腳戲 甚至乎有一種好像是幫了大家 叫做書戲或書法情的代言人 但是 在劇場裏面就多一種劇場性 因為跟書寫不同的 你真是那個作者 自己寫自己走出來演 例如 有很多次的王詠詩的破地獄 玉宇百菊花 是 還有他背景就是在家裏做殯儀業 是呀 那他就說回那一段 就是幫外婆喪事的經歷 其實我不是很記得的 就是直接跟觀眾有一個溝通 交流 而剛才提到很多是在小說裏寫自己 那我就想在本地反而是少一點的 那我想到反而是外國有一個例子 就是Sarah Kane 4.48% 精神崩潰 那他不是那種獨腳氣息 即是不是跟觀眾很交流 他真是困在自己 那時候他是抑鬱症 在吃藥 他困在自己的失眠 抑鬱 以及吃了藥之後的效應裏面 是一個很多自己的偽語 一個痛苦的絲化獨白的文本 冬先生其實覺不覺得 即是問一個小問題 如果你自己寫自己的時候 你覺不覺得自己是孤獨的人 還是你其實不斷找人回來跟你玩 就像烏身一樣 其實都不孤獨的 因為所謂寫自己其實不只是自己 你寫自己的生活 那你的生活圈一定是牽涉到其他人 所以其實是很多人 我簡直懷疑你是 即是根本不跟我們聯絡 接著就寫我們 那些人下去 有沒有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自己接觸過很多人 是一個打破孤獨的方法 但剛才一樣提到那個Sharakane的戲 我突然想到一點 就是病這個問題 就是病和自我書寫 似乎也存在某種內在關係 是啊 即是諾爾君那樣 其實也是很多病 是啊 他這次拿獎 其實都是因為他的病 走了出來 所以其實自我書寫裡面 其實有很多又慘 有好玩的東西 回頭我們會繼續說 大家好 文學放得開第二節 自己故事自己寫 然後剛才就說到寫作 即是有好債程度上 是因為有病就會寫自己 米霞 你會不會承認自己有病 公開的 在節目上 臉紅是沒用的 要吃飲 我對著你的時候有些神經的衰弱 我承認的是 是啊 如果你這樣寫出來 你想一下 我就在這裡爆撈了 其實我關懷你而已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我呢 然後就會出現了這個 就是病之間 就出現了被人怪責 所以病人有些時候 其實就會是罪人 病人、罪人、作者 這三樣東西 原來是有關係的 是不是 當然有關係的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 今天講這個自我書寫的問題 其實又不是從來都在書寫裏面 有自我這件事 如果你推到很早的源頭的時候 例如西方 最早出現的書寫 或者文學的認識 就是神話 史詩 史詩 悲劇 劇場的話 這些都不會講 一個人的單獨的 個人的自我 好像關於世界 是的 關於整個宇宙 天神 英雄 命運 這些大的題目 就是個體沒有資格進入 這些書寫 或者創作形式裏面 唯獨是何時 我不敢說 可能是最早 但是以我印象中 我覺得是去到公元四世紀 聖奧古斯丁 已經確立了基督教 文化的初期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個 很標誌性的 聖奧古斯丁的 這個 懺悔錄 confessions 第一次見到 原來一個人 一個普通人 當時他不是聖人 是一個普通人 自己的個人生活 小時候 他自己的懺悔 其實真是很厲害 由童年犯的罪 對 童年犯的罪 童年犯的罪 他在加大基調校裡面犯的罪 是的 19至28歲犯下荒淫的罪 逐個十年 每個十年一半 是的 他的罪其實都 在今天來看 就不是特別重的 特別重 他有一個 說得很詳細的 就是他小時候 跟朋友的年輕人 偷了旁邊的一隻鯉 在船上 其實偷幾隻鯉 吃一下沒問題 但他說 我又不是飢餓 我又不是窮 我自己也有鯉 但我去偷別人的鯉 是一個貪念 是的 這個就是貪念 人的心裡面 這個罪惡的源頭 這樣說了很多 意思是 他通過這個懺悔錄 就是把自己 其實看起來很細微的 個人的事 居然是值得大寫特寫 而且變成一個 一個信仰的探究的根基 不過這個 所謂的自愛書寫 在《慘悔錄》裡面 其實那個我 也不是一個 我們現在所認識 自愛書寫的那個我 因為在那時候的我 其實有一個背景 就是其實它代表一眾的罪人 是 它對照著一個神 對照著一個他的 或者這麼說 其實你可以說這麼細微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 你那個是跟上帝的對話 沒錯 即是保障了他的合法性 或者重要性 是的 所以這個自我的出現 當然也不是我們今天 剛才提到的那些 瑣碎的日常自我 而是自我住放在 這個宗教底下 面對著神的時候 去發現自己一個 內在的精神性 是吧 而這個精神性 是要負責任的 是對自己負責任 也都要向神交代的一個狀態 對了 來了來了 立刻 VO 阿楊 我們看看 這些類型的獨白 在你那裏 是屬於什麼類型的 劇場裏面 我開始 萌芽新的意志 即無條件地為你 即上帝服務 享受你天主 享受唯一可靠的樂趣的意志 但我仍未有足夠的力量 去壓覆根深蒂固的職責 這樣我就有了一生一舊的雙重意志 一屬於肉體 一屬於精神 互相交衰 衰靜的衰 這種內洪撕裂了我的靈魂 它是一種很謙卑的形態 很謙卑的語態 但它又有一種痛苦在 我不知道你聽完 你覺得是怎樣 那種痛苦就是 它沒辦法跟別人說 而且那種痛苦 因為自己無法解決 它要不斷不斷去說 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可能那個告解室的神父 也不想聽它說 所以它唯有寫下 就出現了那本 取代了告解室神父 是啊 覺得它太煩了 所以如果是今時今日的後遲小說 應該是最後會加一句 以上都是我作為神父 在告解室裡聽到的 一切一切 然後這個情況 我要問一下 董啟章 寫完這些字白小說 你偷了什麼理 是啊 究竟是否又偷了什麼 就是偷了什麼水果 我知道阿楊也是 就是這樣 問一下狐狸 偷了什麼 可能是套套的 我明白為什麼要養一隻這樣的狐狸 它要拿來擋的 但是它是分裂的自我 是 那譬如 那有沒有這個懺悔式的心態 有的 我記得早期你是有的 第一次我都是 至少就是領洗的 領洗的 至少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在讀書的時候很虔誠的 很集中有一個焦點 是啊 還有一個動力 就是一個狀態 但是會不會 就是從你的小說 有沒有一種自厭的 或者因此你會懺悔 因為你說一個自我 你不滿足的狀態 是 沒錯 所以這個 懺悔和自厭 也都往往在一起 那我猜是什麼時候 我比較 就是在寫著上面 比較強烈一點 應該可能是去到寫 在《世間凡事》 《雅池之光》 這個長篇小說的時候 就是《天公開密》之後的一本 那時候想得多 當然未必是宗教上面那種懺悔 而是那時候比較想得多 就是自己身為一個作家 寫作的人 對世界的責任是什麼 我欠了世界是什麼 我當時經常都有一很強的觀點 就是我又不上班 好地地 又可以在家寫東西 看書 他他條條 然後下街見到很多人 就很艱辛地在衛生存工作 我是覺得很罪惡的 你是那種好像是那些 那些早期的貴族 就是由這些農民供養我 我實在是太慘悲 我要解散我的家材 派散給他們 是不是有這樣的心情 聽上去還有一些風涼話的感覺 你很壞 我們因為是 《對角藝術》這本書裡面有很多 他對董啟章是怎樣 就是下去是懺悔 就是說我究竟有規欠世界呢 他就書寫很多銷售 銷售是香港整個 所有人的職業 所有人的職業 所有人的職業都是銷售的 那我就說這些是銷售姐姐 那些銷售妹妹 我有沒有欠他們 是不是因為他們工作 我才可以寫作 就是做出一個我們現在的 就是這樣的邏輯 我記得還有引用巴赫金 是的 所以那個時期 其實思考這件事比較多 而且比較沉入這種心理狀態 所以就很強烈寫那小說的時候 有種懺悔 甚至懺悔到尾 你呢要將小說裏面的一個 就是跟我 記住叫做有種自我指涉的一個作家 叫做獨裁者 最後就弄死他 要他自殺 但是三度不死 這個就是時間凡事 第一次殺死自己 是的 我們今天其實是董啟章拿三度自殺的 是的 這個第一度 五身已經坐輪椅了 是的 坐完椅都不夠 還要死了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到了近幾年 我又開始對懺悔這件事 有些不同的提法 就是近幾年又開始見到 很多人在那裡懺悔 為了社會的事 為了政治的事 就是某些我這個年紀的人 被認為是值得懺悔的 是應該懺悔的 因為你們以前過這麼好的生活性 你都沒有為香港做任何事 那很多人出來懺悔 我開始覺得 喂 做甚麼呀 不是 因為 這句話我講 其實很多作家為香港寫作 其實都是在香港做的事 這句話我講 但沒有在某方面 即是刻意 譬如在政治上做了甚麼行動 我又覺得有些反難 我又不是完全反對人去反思 其實反思是好的 但變成了氾濫的 就是你在這個狀態下 你們是要懺悔的 我開始對懺悔的人 又有些不同的提法 就是我們何必下下要懺悔呢 所以就算我繼續寫一個自我這件事 都比較上是脫離了懺悔的心態 所以這是挺有趣的 它的懺悔 聽起來跟我們一般聽 例如在日本的傳統 可能我們待會再說多一點 但很多時候的懺悔的對象 是對於自己一些所謂的敗德行為 或者有為倫理 家庭行為的一種懺悔 但你剛才所說是對於一個時代 對於一個社會的方式 可能我生活正經一點 沒有甚麼敗德行為的 要問近一點的阿楊 有沒有敗德 是靜了嗎 肯定有的 沒有的 應該沒有的 我觀察 說你自己 我自己 例如這種寫獨白的狀態 例如在劇場裏面 就是我要畫自己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因為剛才說其實懺悔的重點 就是你的對話者是誰 這件事其實是可以玩的 例如你寫這種獨白的時候 你的對話者 或者是你想著受眾是怎樣的 我自己寫劇本上 又不是太多 我又不是那種 叫做獨角戲那種 不斷寫獨白那種 我是叫做 似多些將自己 甚至乎是編劇本身 擺進去文本那裡對話 就是第二身 你甚至乎會跟角色溝通 不知道說到哪裏 你真的太可愛了 但是剛才有一個位置 我想承接董先生開始開題的時候 說性愛的故事 一邊流傳下來的那種 將我塞進去一個小說 或者一種 情節裏面的討論 慢慢去到人民主義 去到後期 我覺得戈德是一個可以提一提 或者講一講的人物 就是他的前期和晚期很一致 講一些比較日常比較生活 很近自己的東西 作為一種主題 中間他夾了一個浮士德 很大的一個故事 這一種的轉接 其實在很多的作者文人裏面 我們都見到這種軌跡 就是他對於自我 和對於社會 或者對於時代的那種關懷 一種矛盾的寫作心 是的 其實戈德都影響我的心 在近幾年 我一直看他的少許 和他的各種作品的時候 我看到他是一個 自我掙扎很強烈的作者 你看他開頭少年 唯德的煩惱的時候 雖然我們不能說 唯德就是戈德 但是很明顯 他應該是將自己的感受 和體驗放進去 但是他後來也曾經 很長時間 就是關於一些很宏闊的東西 就是作為一個文人 知識分子 可以為世界做些甚麼 所以他是在掙扎 就是自我和世界 我想其實 到底不是兩個對立 或者分割的概念 沒錯 你看到董啟章 我們本來說這一節是講自我 結果就講了很多世界 證明就算在自傳體的作者裏面 那個自我和世界之間的關係 始終都是一個張力在 他們會維持思考 然後才可以維持根據這樣去創作 文學放得開自己故事自己寫 即是自己故事自己寫 不是那麼容易的 話說就是有一種日本的文件 叫做詩小說 我們這一節就是被日本通 米哈利喳奇 我什麼時候日本通 是的 詩小說這個我們小時候都有聽 這個品牌 好像說大概是由1912年左右開始 2011年左右 其實那時其實是在說20世紀初 當一班作家 開始去寫一些比較私密的情感的故事 其實很多時涉及 例如不倫戀 可能是喜歡了自己的 例如賭奇的寫 他自己喜歡了一個侄女的一些故事 或者例如下木秀社 他寫路邊掃 他講他去歸國回來 一些生活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承擇上面 我們講到懺悔的東西 就是他不是一個完全的懺悔 但是他揭露一種他裡面的黑暗 或者一些慾望的東西是很多 那一系的小說都是唯一這種方式去寫 聽說這個詩小說的源頭 其實都跟基督教文化有些關係 怎樣呢 我看丙谷行人的談論 日本的現代文學兵器的時候 追溯到就是在明治時期 其實這個西方的基督教傳入 都影響了好一批的作家 其中一個傳教者 叫做內穿鑑三 有很多弟子都是社載人 好像知何直哉 原來就是基督教文化那種 剛才說的那種懺悔 往自己的內在去挖掘 那樣東西 就開了這一條路 就是作家 就算後來沒有宗教信仰也好 都有這一種 自己心裏面的拜德 或者是不倫那些東西 就曝露出來 他寫給大家看 他好像有一個 又是我說外在同內在那樣東西 因為我們外在出來 就是各個都 意貫楚楚 正常人 但是詩小說 怎樣為之詩呢 這個是公共的形象 怎樣為之詩呢 其實一個就是廣義就說 就是這個Watashiwa的詩 然後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廣義就是所有第一人稱 然後呢 就是他合意一點點 其實就是 就是總是 就是主要不是說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 而是集中地 孤立地去寫個人的身世和心理活動 那裏面有一種也有個名叫做心境小說 那這一個 就是剛才我講 為甚麼他會是有一個 好像揭露自己的隱私的呢 就是同一個公相對的 然後在過程裏面 就是病公共人裏面就是 他有一種素顏 他叫做素顏 OK 港女可以留意一下素顏 素顏就是 他不加裝扮的一個內心 就是好像是真實這樣 但是因此這種方式 其實是一種基石去發展了很多 日本之後小說的一些發展 例如其實推理小說的一個發展 其中江湖川普 就是他所寫下去的一些很多 例如換妻的行為 一些所謂性虐待的一些情緒 都是從這種書寫的方式去引出 但是他加了一種推理的元素 但是另一邊相對 另一些現代小說 都開始去發展出這種這樣的寫法 甚至去到後來 《大剛見三郎》的小說 就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變體 就是一方面 都保持著有這種詩小說的元素 它一直很多小說 都是環繞著自己的個人成長經歷 以至於婚姻 家庭 以至於家庭 整個結構一樣 他有一個長子 大剛光是一個智障的兒子 他由他兒子 即早期的兒子是小 寫到他早期的兒子 後來的兒子已經是一個中年人 那樣 就是小說人物隨著真實人物成長 沒錯 你只要看著《大剛見三郎》 還有一家人的二三十年的成長 一個長篇的連續劇 但是他同時處理的是時代的問題 就是一路將日本的社會 遊役這些問題 都是隨著一個個時代放入小說裏面 受傷的自我 變成一個可以面對公共的自我 中間裏面其實有一個 可以提到一個現代小說的過程 譬如說現代小說的過程是怎樣 剛才我們說它有一個內心的發現 發現了內心之後 如果好像不發現內心 你又不是那個人 但是你發現了內心之後 你也未必是原來那個人是怎樣 那是一個意識的發現 我猜你很意識到自己將自己 這一塊意識放誅進去你的小說裏面 然後去發展出一些事情 是的 其實距離我們剛才說的聖奧古斯丁 所謂自我進入書寫這個模式裏面 已經相隔了很多年 千多年 那我猜自我進入到小說書寫 反而是稍微後一點才能出現 我覺得最全面應該可能是 去到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 就是那個所謂意識的發現 這個意識是譬如說佛羅伊德出來 去研究人是有潛意識的 或者人的意識流動 那個狀態是斷裂、跳躍 轉變 或者是矛盾 已經是跟古典式那種基督教的內在性 就是一個對自己有理解 有反省 和很完整地說回自己的人生的悔過的歷程 那種一致的故事很不同 就變成了所謂意識流的現代主義的時候 就是那種浮動、跳躍、斷裂的內在的狀態 我真的要問了 董企章你這麼喜歡寫一些類似 有些自傳成績的小說 究竟是否因為你碩士研究普魯斯特 有的 我覺得一定是有關係的 普魯斯特那些人追他的背景 是追得很誇張的 他是知道他一天用二十條毛巾這個怪癖的 如果那些俗者追你追到這樣 你行不行? 頂不頂得信? 都沒有 立刻找一隻狐狸出來擋 追你擋不就追 他找一隻狐狸出來擋 我或者是一個自我號碌 不是 我聽到有人跟隨董先生散步的路線去等他 我不知道 他也是這樣說 我明白 很害怕 某公園已經準備有一堆的粉絲集結 或是要有一個董啟章散步團 你要很早 你要很早來才知道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說其實那個意識 因為我們看意識流就是 你要真是內心 真是寫實地追蹤你心裏面 每一個pop up的念頭 其實那個字我會分裂到 是你自己都不認得的 通常做一個自動寫寫 我們看到遇到的是一個陌生的自己 這樣才叫做入到心 所以這個亦都令我們想到 就是自我小說 或者自我書寫小說 其實未必就是寫回你認識的董啟章 是嗎 其實我覺得變成了一個發現的過程 或者一個探索的過程 就是譬如我近幾年 可能都有用自我書寫的方法去寫小說的時候 已經不是好像最初天公開密 覺得有一個自己回憶中的 完整的成長故事去說 而是至於一個 就是那個主角 就是有我影子的主角 不斷地發現自己的意識 可能有虛假 有矛盾 有自己以前的盲點 很多的驚奇 或者不知道什麼事 會發生了一些層面的事 我開始有興趣就是自我意識 其實是一個不斷地演變的事物 因為意識是複雜 當你在自我書寫的過程去認識你自己的意識的時候 其實當大家以為自我書寫是一個 你寫回自己的東西 你很容易 但其實當中很多創作上或在寫作上的選擇 你用什麼人稱去加入故事 你怎樣去處理我這一個的罪事者 那個我未必等同於你的意識的所肯定的部份 就是這些的對立衣衝突 在例如阿楊你寫劇本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或者怎樣 當然有 其實就好像剛才提到這樣 將自己寫作品那裡 其實都是一種觀察自己 或者作品就是我作為一個人存在本身 寫作品這個行為 就是我的行動 在裡面去思考一些生活上面對的問題 就是在一個作品透過寫作的過程 我在做這個解構、觀察、分析 所以我其實甚至乎不需要很寫到我下去 就算是其他不同的編劇或者作者 他都會有一個跟自己類似鏡子結構的形象擺在裡面 有些什麼你心目中會記得的? 電影或者是電影 電影來說就更多了 基本上每個大導演都有一套這樣的戲 有了一套自傳才是一個大導的 八步伴、四百激 甚至乎 Angela Bergman 都是這個婚姻場景 就是看自己多麼賤 就是不斷地去背叛自己的妻子 戰男也能做大師的感覺 要成為大師就好像要揭示了自己的不斷地去 你還要看著武衫 是呀 你還要看著武衫 是呀 什麼事 那我來問 這個早期大家在體育時期 裏面那個作者的寄託就叫黑騎士 都不是主角 主角通常都是那些許許、如真、青少年來的 然後黑騎士在家裏有個相當漂亮的家裏 聚集一班青年人在那裡高談闊論 是沙龍形態的 然後突然間去到獨裁者 獨裁者的時候 突然間自閉起來 然後又癱瘓在床上 又沒有人跟他講話 還有後來就走不了路 又說不了話 那其實有幾個問題 這裏就是為何會發現這個轉變 還有據聞後來就好像跟你身體上的疾病 是一樣了 是不是 就是自己遷就自己 是呀 自己抄襲自己的小事 用來講話 心理不好的評論人就會這樣說 是呀 是呀 有些沒什麼顧忌 其實我遷就自己 遷就了很多次 死都死了很多次 但是的確有個很多變化 其實我沒有一個固定 自己要怎樣的形象 進入去那個小說裡面 有時候這樣做 後來又覺得不滿意 或者那個是說不夠自己的東西 其實我心目中是大態 可以說這個所謂叫黑騎士的一個 又是一個很循循善有的老師型的作家的角色 和這個獨裁者好像 那個品性是比較暴裂一點 暴躁 是的 暴躁 對這個世界很尖酸 很孤立自己 那種的狀態 後來我會發現 這兩個其實可能是我的兩面都不一定 將自己分裂成為兩面 就是一個好人的一面 還有一個壞人的一面 其實都是我自己 想做一個好人還是壞人 如果阿楊你 你如果在自己的作品裏面 我那個自我檢視的那個 就是我有很多部相機對自己 所以很快就會這樣做 實在是太過濫情 或者是太過暴露 我就不會這樣 原來是很小心的 攻擊人就很大力 然後自己就很小心 所以其實剛才說到 就是一個如果真是有自我意識的作者 他會常常質疑自己 他會常常想在裡面尋找一些自己的變化 還有如果真是很有自我意識的作者 通常好像都會在作品裏面 寫到自己比較壞 這個招數究竟是什麼 回來再說 我們在文學和藝術創作裏面 要表現一個自我經常都是要變化的 譬如我們現在很流行的自拍 這個自拍照 在他十九世紀尾 差不多到尾的時候 第一次自拍照出現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變化的情況 大家看看這幅 是史上第一幅自拍照 他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位是自拍照的 就是巴耶爾 就是這位攝影師 他拍照自己假裝一個拿死了的人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明了一個攝影術的技術 但是他的專利被別人搶了 然後他向政府控訴 政府控訴不了 然後他就拍了這張照片來虧粉 就是說現在這個巴耶爾 已經在後面 那張照片後面有寫 就是說這個巴耶爾已經拿死了 他發臭了 然後就是因為政府不肯給他應有的 就是補償他 所以他在這裡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通常做自己表達自己 表現自己是有一個很強的 strong的drive 他是憤怒 譬如說很受傷 很猛爭 然後第二就是他表現的時候 始終都會變化 你表現自己死 都要是一個變化 所以就是是一個這樣的 雖然接影一個這麼明顯的媒介 就是證明那件事是真實 但是反過來其實他是虛構的 就是他虛構了自己死亡 才表達到自己有多麼憤慨 今時今日去看這件事 就比較難去理解那種 那麼強的drive 去拍攝照片 因為實在是太容易拍攝照片 就是無時無時都拍攝照片的狀態 究竟那種自我 是一個什麼的展現 是啊 我當時80 我想是中學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 阿楊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一部 一部漫畫叫 《Jojo奇妙冒險》 這個是一個很長篇的漫畫 真的很興奮 現在還在寫著 就是日本漫畫家 《芳木非女宴》 那時就是第四部 第四部就剛剛過了一些超高潮的 即是打世界大戰那種 然後就變成了在日本 陳寶丁一條街 裡面發生的事 那些人物全部都是一種能力 特別的能力 然後那種能力會具體化成一種 叫做替身使者 會有樣子的 他會有樣子 裡面就有一個人 有一個角色 第四部 就是因為很無聊 有很多無聊的東西 我最喜歡的那一部 那就是 有一個角色就叫 《岸邊勞叛》 是一個漫畫家 很明顯就指涉那個漫畫家 大家看一下這幅圖 阿楊 來了來了 有什麼特色呢 《岸邊勞叛》 就是這個 《芳木非女宴》 叫做 真是他自己在漫畫裡面的替身 是的 他的特色就是 即是他如果碰到一個人 他就可以把那個人的臉 變成一本書 接著他就可以慢慢揭他的記憶 對不起 到底是左邊那個是他 還是右邊那個 這個是右邊的帥仔 那個是漫畫家 OK 即是漫畫家 即是芳木非女宴的人物 是很型的 所以很潮的 變成一本書是中招的 是的 中招的人就被他揭了 他就會知道他的記憶和事件 但是整個故事是關於 他找一個殺手的 其實那個殺手 就是那個岸邊勞叛自己 小時候見過 但是他是不可以自己 揭自己臉的書 所以就是 面書 是的 就是面書 他不可以貼自己 所以他就說 見到那個 即是作者那個 那裡我記得很感動 我中學看的時候就說 原來我是不可以自己看自己的記憶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有知道些什麼 不過一個例子都在說 即是作者很多時候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把自己擺進去本小說裡 即是你其中一個方式 可能是把自己擺進一個角色 可能是閒角出現一兩幕 但有時候又會將自己擺進一個敘事者的角度去看 即有不同的做法去處理 將自我擺進去一個故事裡 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我是 即所謂將自我擺進的小說裡 除了一些好像接近自己的背景的人物 即某些可能是作家 或者老師 一個中年的男性之外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是將自己分裂了 然後分派進去不同的角色裡 所以表面看 可能你會覺得這個男性的作家的角色 和某些對象 可能是一個女性的對象是兩個來的 但是對我來說 其實我可能將自己的一部分 分派進去那個女性的角色裡 即是我最初寫就可能都比較傾向是這樣的 譬如安卓珍妮 或者雙身都是 即是想像自己是一個女性的主角和聚術者 其實我覺得我往後都是不停地這樣做 為甚麼是性別呢 有時我都會想問 為甚麼是性別不是階級呢 是性別的 當然不是一定性別的 階級都有的 或者階級加性別 譬如說我想像我是一個女壽課園的時候 她住在公屋的 她是單親家庭 其實我當時都用了很大的力 去進入這個狀態 嘗試去寫過這樣的人 將自己的一些對事物的看法都分派了過去 甚至有些所謂叫做反派人物 是呀 很少反派人物 其實我小說都比較少反派人物 可能不是太善於寫這件事 但也有一個叫做比較反派人物 曾經在上一部小說《神》裏面 有一個評論家叫《忽滑菊》 這個忽滑菊 就是一個被人覺得是一個壞的評論家 就是他用評論這件事去達至某些手 就是自己的目的 寫得出來就受到一些評論人的批評 或者討厭 就是我為何是仇恨評論家 這樣 將他寫成這麼壞 但我心想就是 其實這個忽滑菊 都是我自己的一面來的 我都是將自己所認識的一些文化理論 或者會用到的思維方法放在身上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自己進入的小說 不只是那個令人覺得像我的人 而是我真的會分裂下去所有的人物 但在很多寫字我書寫裏面 除了講字我怎樣放進去 還會將你身邊的人放進去 所以我必須要問的就是 你有沒有將你身邊的人放進去 你的小說裏面呢 例如新邊這兩位 華華有沒有呢 是呀就是要講了 華華與紅紅 早期我們就是看這個董啟章的時間凡事裏面 出現了一對華華與紅紅 是紅包來的 是呀感覺是形形落落的那些朋友 就在那些文學場合高談闊論 然後我跟謝紅就 是呀 然後就投訴了 謝紅當然不出聲 他比較decent 然後我就說 我不要做紅貓的動作 不可以再要我做紅貓 然後投訴之後呢 得到是甚麼投票 就是給得的時候 終於有機會成為人生 要相近一點 化成人生 就是這個認到 就是這個叫莊豐華 你看這麼輕盈 我都認到自己 你明白嗎 所以穿越的文本是有些能力 然後就開心 最開心的是甚麼呢 不只是畫瘦了那麼簡單 孔雀地畫到 他是給我在小說裏面有的打機 我其實已經忙到沒有打機超過五六年了 我已經是悲傷的 沒有得打機的 就是中年人很悲慘 但是竟然可以在小說裏面有的打機 立刻感受到那個小說世界的幸福 然後就開始對日董先生 就是黃眼月色 是很體貼的 寫身邊的人都會照顧到他們 阿楊的 阿董先生有沒有照顧到你 都很照顧到我的 是怎樣的 其實我不知道 雖然他曾經在去年三月寫過一篇電郵 我剛才寫一個小說裏面 有一個人都很像你 他都是一個編劇 他都寫了一部戲 那部戲都很像你寫那部戲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呢 他就說我不介意 沒有了 我沒有被人這樣問過 沒有考慮過 但他那時候應該很有把握 寫成這樣 小說應該自己會很開心 寫他的那個再深入全面 你要問問他 他一說寫我 我已經大概知道是一個什麼角色 是什麼呢 都是那些被他油論 然後可能會戴上綠帽 沒有啊 因為之前看他的小說 都有一些這樣的男角色 那我就這樣猜 結果真的 就是這個女朋友喜歡了他 你看他現在害怕在那裡玩 玩一隻狐狸 害怕他還會玩狐狸 不是 不是 是 譬如這些 然後你是怎樣反應呢 這些大矛盾 原來我們的節目 現在揭示了這麼重要的矛盾 沒有的 我很歡迎 就好像 就好像那些爸爸 看兒子回家 不是 就是兒子回家 你看看美爐堂 畫了 畫了你的樣子 爸爸 挺有趣的 好厲害 爸爸 對 你的反應都很厲害 我好想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是 上次神這個小說 中間有一個叫影的角色 是 其實結合了小華和楊 兩個人的合體 我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為甚麼會爆裂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在身份上 真的有些借助用的 你曾經寄了一本書給我看的 叫《倦怠社會》 你說很棒 我看的 覺得的確很精彩 我就將它放在小說裏面 然後就把贈書的人叫做影 叫影 不過是男生 男生的狀態是怎樣 看羊的樣子就知道了 大概就是 以這個形象作為圓形 高高的鼻 是的 我那時候不知道 我看這本書 有個角色寫 他住在粉嶺 他最近搬去粉嶺 他寫劇本 他的頭髮很長 但亂按 隨便摘在他的後腦 為甚麼針對別人的頭髮 而他的鼻很高 高得來有點歪 好像被人打過 而且他的褲很破舊 所以我就買一條新的褲 馬上買 還有剪頭髮 看完這本書 對 原來這個第一就是 都很好 我們人品都很好 我們沒有追究你 但是 其實他會 有時他會反過來 影響世界 因為他影響了我買新褲 OK 然後我就會心想 會送多些書給凍劇章 或者以後都不送書給凍劇章 這會影響 追求會影響現實 可能是的 還有我有個概念的 和劇場都有些關係 就是我寫小說 除了所謂自我 將自己寫下去 或者分拍下去之外 其實在人物的形象 背景 性情上面 都好像劇場一樣 要做些Casting 在生活裏面 當然這個是我的秘密的Casting 我Casting 那個人未必知道的 有時會問一下 有時未必會問 但我會Casting一些人 然後我就會心裏面 就是根據著那個所謂演員 這樣的狀態去寫那個人物 不過這個這樣的做法 其實起碼得出兩個 我們都要再去討論 或者思考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其實這種方式 來了剛才的追認的過程 其實多影響到 或者會令到讀者 可能有某種的閱讀方式去出現 就是究竟是不是他寫的 而影響到故事 追回好像追現實 是的 第二個問題是 但是當一些虛虛實實當中 是涉及到其他人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涉及一個 寫作上的倫理問題 或者道德站的問題 肯定有的 所以我自己其實都要有一個分鑽 對自己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會 最重要就是確保 就是 不會寫出來之後 對於那個所謂原型的人物 造成的一個傷害性 心理上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整個小說的完善 就是小說作為一個虛求物 究竟怎樣能夠讓有經驗的讀者 去看到 就是這件事 不是就是直接等於真實呢 我想這個是小說家最適當 最應該做的事情 是的 寫自己的小說 好像比較容易出發 但是其實都頗危險 在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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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